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開十二年能稱老店嗎 我覺得其實要經營超過十年 就滿厲害的 十二年應該算是在地老店 現在很多店都一下子就沒了 所以十二年其實也滿久的 賣現在很久了 超過十二年了吧 超過了 那為什麼招牌寫十二年 沒有改啊 忙著把水煎包一顆一顆擺好 老闆娘低調表明 開業已經超過十二年 只是招牌一舉沒有更新 反倒變成討論話題 其實為了吸引消費者注意 曾有店家掛出布條 距離百年老店只剩九十九年 等於開業大約一年時間 需要開幾年才能自稱老店 沒有絕對標準 招牌掛出來 還是得靠口味或服務取勝 三立新聞廖國從欧宇文 嘉義報導